時間8分鐘,均不再延長,截止登記時間10點30分 我們現在請登記第一位莊瑞雄委員質詢,時間12分鐘 主席,我請我們陸委會夏主委 好,請夏主委 外交部政務次長 請令吳次長 還有我們國防部的助理次長 我們請我們國安局第三處的處長 黃處長 各位如果第二次上備巡台就不用再行禮 好,謝謝 莊委員長 夏主委,來請教 這一次馬錫會跟著出行以後 這趟回來心情如何 感到開心 沒有,經經跟以前一樣 一樣,平靜無波 這個外交官 我以前幹過外交官的人當然會對整個局勢會看得比較清楚 聽說這一次在整個會談裡面,你們本來連整個支持裡面都有兩套版本啊 我想我們有很多不同的版本要因應不同的狀況 我聽到我們趙春山,趙教授說有兩套版本 那是趙春山教授他的看法 他的看法 所以你的看法裡面搞不好不止兩本 不止還有三本四本五本 我請教了,你剛所提到的在馬總統跟馬先生跟那個習先生兩個人閉門會議一個小時 這個什麼時候公佈? 等一下就公佈 等一下就公佈了,好 我來請問一下我們國安局的 報委員,我能不能稍微提一下 剛剛不是一個小時 他們只有二十分鐘跟二十分鐘 全部公佈好 正式會議 越詳細越好嗎? 對方當然我不能公佈了 我們一定公佈 你只公佈我們的議員,不敢公佈,不好意思 這個東西是他的東西,我不能代表他公佈 兩個人會談 還有一部分是誰講的 一部分我們講的可以公佈 如果要公佈,必須他們自己公佈 我不能代表他公佈 那個內容有沒有很刺激啊? 我想都是 大家把各自的立場說得很清楚 會不會很刺激我們啊? 你賽場聽了以後 我們也很刺激他,他也很刺激我們 我想是一定的 那看起來就不錯了 我們朱立倫朱主席講說 如果藍軍繼續執政,兩岸會有高潮 搞不好是從這邊開始刺激的喔 是不是? 我想只是各自陳述一貫的立場 可是也有一些地方 我們雙方也有一些共同的認識 譬如說 有關一些事務性的我們可以立刻做的 設置熱線啊,他們也同意 還有一些,譬如說我們現在專身本的學生 兩個大人在說你們這些小孩的事情 兩個大人就談這種事務性的 也有這一類的問題 好來,國安局 那個處女 委員好 處女那個馬錫會喔 在新加坡這件事情 你們有沒有掌握啊? 什麼時候掌握的? 我們有掌握 什麼時候掌握就好? 在... 禮拜一晚上 禮拜一晚上喔? 對 是... 新聞發布的前還是... 禮拜一哪一天的禮拜一啊? 日期? 11月2號 11月2號喔? 對 那這麼厲害? 馬錫會當時你知道嗎? 我們不知道 馬錫會公佈那天當時你知道嗎? 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有 藉由通知要做安全維護 11月2號啊? 幾點啊? 我記裡面是晚上 快8點鐘的時候 消息見報馬錫會是幾點 你還記得嗎? 你的國安局應該知道吧 我知道是在... 12月3... 12月3... 11月啦 12月 現在還沒12月 對不起 11月的3號 晚上快11點多的時候 所以你早一天就知道這個訊息就對了 但是我不確定 是... 我不知道說要馬錫會 我知道 要做好安全維護的準備跟維護 所以其實你也狀況外呢? 我們不全然之需 不全然啊? 我們... 我們對整個工作 就成為主委的一個... 你不要怕他 你比這麼大的一顆沒頭路啊? 我們只有一部分 我們知道說 我們接到命令 要做好安全維護的工作維護 所以你對... 你除了接收到要安全維護以外 你對整個馬錫會國安局 其實也是完全狀況外啊 對不對? 你們這組政黨輪退掉 你們這組要怎麼可以? 要加油咧? 因為根據國安局的... 執掌任務 我們的核心任務 就是要把這個安全維護工作 做好 你們的核心任務是國家安全啊 你們的核心任務不是什麼人去 只要去保護誰而已 跟委員報告我們的核心任務是國家安全情報工作 謝謝主委 是 我看啦 大家其實非常清楚 這一次 見了面 握了手 吃了飯 也喝了酒啦 聽說喝得很開心 再喝酒你有沒有在場 我在場 你在場 你有對人在喝嗎? 大家都有喝一點 喝得很開心 喝一點是喝多少 沒有說很開心 就是大家都喝了酒 喝了都是苦酒悶酒就對了 不會 那不然 什麼心情在喝這個酒 很重要啊 你們隨便一個動作 一個酒杯拿起來 喝了幾口 對國人都非常重要啊 我都可以判斷出你們 當初你們的心態是什麼 喝幾杯 喂 我們 有跟你拚嗎 是誰拚誰的 我們大家互相都有敬酒 互相都有敬酒啦 會不會是苦酒悶酒啊 不會 不會啦 很開心啦 我告訴你啦 這一次你們認為你們達到什麼樣的目的 我覺得第一個 這兩岸的這個領導人能夠見面 本身就是很有意義的事情 第二個我們也確保這個幾個大的原則 有關維持台海的現況 有關這個確保久而共識 一中各表 同時我們也是 當然當然當然 我聽說你兩行 你們什麼時候這一次的馬熙衛 去確保了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你回到我們國內 你就開始跟我講一中各表 我們確保在那個場合裡面 我們很嚴肅的 把我們的立場非常完整的提出來 確保了我們的立場 你們就沒人聽到的齁 你們就說你們有那個一中各表啦 我們在一黨 我們在一黨 你注意聽喔 我們非常卑微耶 反正對整個九二共識 我連九二共識我都有意見耶 你後面加了一個一中各表 國人還認為說 委屈求全啊 為了整個國家的一個生存啊 結果你們一趟中國回來 一趟新加坡回來 跟馬馬馬習近平見了面以後 各表不見了 沒有我們各表說的非常非常清楚 這個恐怖在什麼地方你知道嗎 恐怖在於說 你們簡直是讓國人感覺到 精神這個政府精神分裂 我們不但在正式會議的時候 把一中各表說的非常完整 而且我們在國際記者會 會在六百個國際媒體面前 把一中各表說得非常完整 你們親以外齁 你們用這個一中各表 像咖啡一樣注射著台灣人民啊 然後結果在一個正式的場合 大家搞不好認為說 你們可以抬頭挺胸的 要在習近平面前好好跟他論一論 台灣人至少很委屈的一個主張是如此 至少中國國民黨 這七年多的主張是如此 這好像搞得你們一趟回來以後 我們幫你們在鞏固你們的各自表 一中各表的各自表述啊 我們的確確在正式會議的時候 就像我剛剛唸的 我們等一下會公佈馬總統的全文 對一中各表講得非常非常清楚 在國際記者會裡面 當著六百個國際記者 以及國內的媒體面前 也是講得很清楚 沒有辦法在一個 嚴正的一個場合 公開的場合 來捍衛自己國家的一個主權 沒有辦法來堅持自己國家的一個基本主張 堅持你們七年多來的一個主張 這個就是倒退 我們在正式會議裡面 這個就是最嚴肅 最嚴肅的場合 我們講得清清楚楚 你們哪有講清楚 我們看到的是 這一次的一個馬熙會裡面 你們基本的一個主張不見了 所以 面對中國 總統這一次是第一次 有我們國家的政治人物 在中國大陸的政治人物面前 把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憲法 這個 這個一中各表 從頭講到尾 講得最清楚的一次 也是唯一的一次 荒唐 你真的叫荒唐 如果你今天要真正要表達一個中國的一個主張 再打個電話 搞不好明天習近平跟你說 再來一次 只要你主張的是一個中國 每天都可以見 我們主張的是一中各表 清清楚楚 回到國內 你要講一中各表 我們在新加坡的記者會 講得清清楚楚 我們當著習近平的面 講得清清楚楚 你們什麼時候當著習近平的面前 在正式的會議的時候 習近平根本就沒有參加記者會 我說我們在記者會的時候 講得清清楚 六百個國際媒體 我們在正式會的時候 當著習近平他們的面 講得清清楚楚 你們到底要講給誰聽啊 兩個元首的會談裡面 你們要表達給習近平 你們要告訴他說 我們國人的基本主張是什麼 我們講得非常清楚我們的基本主張 注意啊 不要以為這件事情是一個小事啊 這是一個很嚴肅很大的事情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啊 任何人的話都可以信啊 跟中國共產黨做任何的一個談判啊 你要小心啊 不要以為你們完成了一件歷史上的一個大事 見面絕對是大事 但是如果導致自己 長期以來 我們自己國家的主張 甚至於你七年多來政黨的一個主張的一個大倒退 瓜委員 完全沒有倒退 這個 以後啊 我們的立場到現在堅定如一 我大膽跟主委你預測 這一場馬錫會 讓台灣在國際上 只會更孤立 如果委員讀這段時間的國際媒體 看到他們的標題 看到他們電視的影像 都知道這是對台灣的國際地位有大幅度提升 可憐耶 主委 我跟你說的是 國家的 未來 人民的一個憂慮 你現在是看的是這個組織 馬英九 見了 習近平 有了這樣一個歷史鏡頭以後 你們覺得開心 請問委員 我告訴 哪一個人在中國大陸的政治人物面前 能夠勇敢地說出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憲法 一中各表 這種話 馬總統是第一個人 下主委 我們基本上的態度就落差太大了 老百姓要的是 總統是個國家的名氣 走出去就代表人民 肩膀要夠硬 走路要夠抬頭挺胸 就是因為難得一見 所以國人希望你在國際上可以昂首扣布啊 不是嗎 你到底要回來告訴國人 我們只要偷偷摸摸的就可以了 我們沒有偷偷摸摸的 只要談到兩邊的統和啊 我告訴你 台灣的老百姓 就感到只有兩個字 恐怖 我想我們的立場 這一場馬習會裡面 習近平在談的是什麼 你很清楚 那馬總統談的是什麼 你也很清楚 習近平談的就是一個中國原則 馬總統所談到 也許你們認為在密室裡面 你們把你們的主張給表達了 可是 國人同胞 或全世界國際上所看到的是 當著人家的面前 公開的場合 該去公開的場合 該去主張的 一句話都沒說 你認為這有堅守底線嗎 來 外交部 委員好 怎麼判斷這一場馬習會 這個馬習會我想在 國際社會上目前的反應 應該大部分都是非常正面 很正面啦齁 來 來 國防部 委員好 對陸委會跟對外交部 你這樣的一個打法 接受嗎 接受吧 這次的檢法全部都是鬼扯 謊言 有沒有 報告 報告 我們認為國防部是在中華民國憲法的架構之下 我們支持兩岸 往和平穩定發展的方向去發展 我問當你在說什麼 我現在說他們說什麼 對一千五百顆飛彈 還擺在那個地方 相互襯托這場馬習會 有沒有對台灣的威脅 或他們的敵意對我們有所降低 我想針對這個飛彈的問題 總統也非常非常的清楚 所以他才會在馬習會當中 他明確的表達 在這一個部分 台灣人民的疑慮 正是因為他非常的清楚 所以當習近平做出後面的表達之後 總統也說他不滿意 可以啦 你這個進黨輪替完 你可以跟著走人 你對整個基本的主張 沒有辦法捍衛啊 謝謝 好 謝謝 請回 我們接下來請吳玉生 呃 好 這個李俊偉 有程序問題嗎 我了解一下 我聽他一下 這個怎麼還有程序問題 好 主席各位先進 剛剛夏主委在答覆的時候 在報告的時候有說